心想自成 荷兰医生为剑动人研发无线沟通装置 荷兰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大脑植入物 让患有简称ALS 也就是剑动人症的妇人 透过脑部活动沟通 而且无需医师监督 这种皮层电描技术 有四个大约五公分长的电极条 每个电极条上面各有四个小电极 必须植入颅骨内侧 靠着大脑 其中两个电极条 必须置于控制手部运动的 左运动皮质区上方 另外两个 则要放在左前额叶皮质区上方备用 这些电极条会和装在 病患左胸腔内部的发性装置连线 接着这些植入物会透过天线 以无线方式连接接收器 以及装在病患轮椅上的平板电脑 病患只要想着移动自己的右手 就能启动电极 进而让电极传送讯号 给胸腔里的发性器 如此一来 病患就能用他的手来移动游标 在电脑荧幕上打字 如果病患的运动皮质随着时间退化 位于左前额叶皮质区的备用电极 就会启动 要控制这些备用的电极 病患就必须倒数 因为这个皮质区负责心算 剑动人症会影响负责自主肌肉控制的神经元 通常会在两年内导致全身瘫痪 剑动人协会表示 美国每年约有6000人被诊断出剑动人症 而且目前还没有药物能够治疗